好 各位师兄 今天分析一个八字 此人圆女生于杨历 2001年12月10日17时 阴历生日是2001年10月26日有时 属相蛇 今年是20岁 年名纳因是白蜡金 八字我们贴在这儿 首先我们进行能量的分析 然后日元是丁火 生在了紫月 丁火生在紫月不得令 另外的话得地 因为物意中通了一个中气 有一个丁火 另外年枝是个四火 所以它是通了根 那么另外它这个天干 没有同样五行的没有火 没有冰火和丁火 所以不得是 那么整个八字来看的话 是均衡偏弱一点 均衡偏弱的话就喜欢 生柱的能量 火木为喜用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这个 现在的大运 大运的话 走到了这个 任银大运 任银大运的前五年 任是科学后的 所以还是偏弱 以偏弱论 那么洗生柱的能量 火木为喜用 那么它的名字中呢 是水土金 名字中五行有水 有土有金 建议其一名带有 五行火木的能量 以补充后天的运势 以便提升财运 官运和事业运 称古算命是四两亿钱 称古歌是 此命推来一半肩 女子为人很非凡 中年逍遥多自在 晚年更比中年超 我们再看他的性格 首先 他阅令 在这个七沙 在天干并没有透出 没有称格 那么再看其他的能量 天才称格 正才呢 也称格 另外十神也称格 所以呢 偏台称格的话 就是这个人的性格 为人大方 性格豪爽 又华益精神 那么同时呢 正才称格 还比较称师 守信 为人也很可靠 师神称格呢 就表示他口才比较好 情商比较高 另外他这个师神 缺少正观 缺少正观 就是对自己要求 不是很高 也不喜欢别人 来管着自己 另外他缺少正印 缺少正印的话 记忆力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学习 好 我们再看他的家庭情况 首先看他的日主空王 银某空王 银某为印销 印销空王 代表于母亲原博 也代表他不爱学习 另外 他找我来试 也是看他这个姻缘的情况 我们再看 他的日制作的魏 亥某魏 亥某魏 桃花在子 去年正好是耿子年 我就问他 你去年是不是谈了一个男朋友 他说是 谈了一个男朋友 但是呢 不是特别稳定 我又给他看了看 他这个 后面结婚的年龄 今年2021年 丑味冲 冲到了飞虚宫 所以 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 结婚的条件是 这个日元 或者夫妻宫 逢何化 或者是夫妻宫的能量 增强 这个是可能的 因为他一下丑味冲了 所以 今年结婚的可能性 就不是很大 然后 因为毕竟 也还比较年轻 再往后看几年 20 比如说2023年 某跟魏 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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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墓 这是一个半三合 有可能 2024年 陈 陈跟魏 也没有什么关系 甲跟丁 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再看 2025年 是四 以四的话 是 四五 魏 三会 半三会 天干油 火引化 所以 也是有可能结婚的 2026年是丙武 丙武也是五世四五位 办三会 所以也是有可能结婚的 所以给他大概写了几年 好 我们再看财运的情况 那么整体来说 他整体是身弱 实身旺 财也很旺 政财 偏财都成格了 所以呢 就是身弱 身弱的话就建议进一步 补充木火的能量 以提升后天的运势 身体情况的话 七杀在子 所以一定要注意复刻 泌尿系统的疾病 另外五星缺木 金还多 金多也刻木 所以就是木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弱 一定要注意肝胆类的疾病 那么再看子女 子女落了一个尸神 落了一个偏财 长子女落尸神 代表情商比较高 可以同时艺术鉴赏的一些工作 四子女落偏财 可以创业做老板 那么她的行业的话 因为她深入 五行木火为使用 所以适合五行 鼠木 鼠火的行业 比如说 鼠木的有 木制造业 家具 园艺 教育 公务员 布业 农场等等 俗火的行业 比如说电力 能源 文化传播 灯光照明 餐饮业 美容美发 化妆品 照相 舞蹈 表演 服装 有艺术表现力 表现力这样的 都可以是火 再看她的贵人 贵人的话 耿心风马虎 马是五 五冲子 所以就暂时把它排除掉 虎 虎是银 银似相害 银似相害 这里有银似相害 所以就是 我们也把它排除掉 再看日元 丙丁 猪鸡胃 猪是银 没什么太大关系 银是正官吗 还是正官 然后是鸡 鸡的话是他的 是有 是他的偏财 也还可以 所以 是猪属鸡的 是他的贵人 会在世界上带来帮助 我们再看 八字的喜记 八字深入 要多与朋友 长辈合作 另外 觊觎老板 领导 下属合作 容易破财 建议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喜记来的 比如说要多补充木火的能量 以提升自己的财运和事业运 那么再看他2021年的一个情况 2021年丑尾冲 丑尾冲 那么丑尾 尾 它是做一个印销 印销木 木的木嘛 木就是印销 印销木 打开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母亲的身体 另外丑 这是金库 金是他的财 财库打开了 因为金能量比较强嘛 所以是财库 财库打开了 有意外收入 收入比较高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母亲的身体 这另外 从另一个方面就是讲的话 就是财库一打开 财多也坏印 所以就是多个方面来证实 金言呢 一定要注意母亲的身体 另外的话 9月份是丑未絮三行 这个人是行太岁 丑未絮三行 即时伤旺 时伤可观沙 也行到了夫妻功 所以一定要注意 跟男朋友的关系 提前在家中 进行风水布局 进行化解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整体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他逐月的情况 1月份来了一个正台 来了一个正印 收入稳定 热爱学习 另外2月份来了一个偏财 来了一个销审 有人给一笔钱 下个月呢 可能会跟男朋友 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 另外就是子某行 某行到了子 所以这个月呢 要注意复刻方面的疾病 再看3月份 3月份上官见官 主管领导会 给一定的压力 工作压力 有一点压力了 另外 陈丑破 丑未冲 这个丑这个金库 被行空迫害了两次 所以这个月关闭了 收入可能会受一点影响 我们再看4月份 七杀劫财 七杀来了 工作压力比较大 会有破财的事发生 因为他身弱 身弱靠印来划 印又空亡了 所以这个七杀给他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另外 四丑三合金 半三合 天杆有信金引化 偏财的能量比较强 偏财能量比较强 也就是会来一笔偏财 但是呢 同时会有劫财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这个月呢 可能是财来财去 来了一笔钱 接着又花没了 所以就是财运呢 总体是不稳定的 好 我们再看5月份 来了一个正印 来了一个笔尖 正印笔尖在一块的话 可能是有 一起跟朋友学习的一些机会 另外的话 他自己八字里边有个四 有个位 缺一个五 四五位三会 火 汇成了 那么天杆有定火引火 火的力量比较强 劫财的力量突然增加 所以可能5月份 也会有破财的事发生 6月份 销身 夺食 6月份会有不开心的事发生 7月份好事就来了 首先天杆有一个劫财 劫财帮身 本来是 他这个日元有点偏弱 来了一个劫财帮身 稍微卷的变得均衡一点 就很偏强一点 然后呢 又来一个正财 就劫财帮身身强 财望 劫商望 来钱了 这个8月份 也是一样 来了一个比 肩帮身 然后偏财 意外收入 另外 有有自行 行出了很多的财 所以就是这个月的收入 非常不错 我们再看9月份 9月份 商官上下通干 这个月会非常非常的劳碌 另外 丑未须三行 这个月 行太岁 天干又雾土引化 商官超强 商官强了之后 一定要注意 不要过于劳累 一定要注意休息 劳逸结合 另外商官客官 还要跟男朋友也注意 不要太劳碌了 也不要跟男朋友发声口角 到10月份 丑未冲 天干又雞土引化 丑未冲的力量比较强 食神变得很旺 食神变得很旺 吃喝玩的事情 会增多 到了11月份 财杀 收入稳定 但是工作压力会很大 因为杀嘛 七杀来了 另外子未相害 子未相害 注意得皮肤病 另外子未相害 害到了这个夫妻公 也要注意跟男朋友的一些关系 处理 要多注意 到了12月份 来了一个天才 来了一个世神 正好跟这个流年赴云 所以金的能量强 有一定的片台收入 吃喝玩乐的机会 也会增多 好 这个是我对这个八字的一个整体分析 谢谢大家